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都不喜欢和人发生冲突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 如果我们不及时地为自己站起来 就会逐渐被逼到墙角 对方的侵犯或者攻击不但不会有所收敛 反而会愈演愈烈 当你掌握如何聪明地跟别人发生冲突后 你就不会再那么害怕了 案例分析 两人约会见面时 一方A总迟到 另一方B就很生气 指责A总迟到是对他的不尊重 错误一 永远不要用总是从来这样概括总结性的语言 来指责对方 因为对方只要找出一两个例外 就可以反击你 证明你是错的 A很自然地解释迟到的原因 堵车啦 他太忙啦 出了意外情况 错误二 不要找外部原因 如果你想表达你迟到是身不由己 其实 你是想说明你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 同时这也说明你在显示你是多么的重要 这会让等你的人觉得他自己不受尊重 等人的一方B指责A迟到是因为A 只认为自己的事情重要 A自私不会为别人着想 错误三 不要把事情归咎于对方的人格问题 要就事论事 人格问题是不能原谅的 这样对方就没有妥协的机会了 迟到的一方A指责B只不过多等了一会儿 不该就这么生气 错误四 不要告诉对方不该有什么样的感受 一个人的感受 比如开心或者生气 是由他自己的思维方式决定的 每个人都有权利有自己的感受 那如果你的一个朋友十次有九次迟到 让你非常反感 你该怎么告诫他呢 三要 要表达你的想法 你的感受 以及你对对方的要求 这些是你个人的情感反应和需求 不是对对方的攻击 可以这样说 我感到你总是迟到 这让我感到我和我的时间很不受尊重 我希望你以后准时到 如果你要告诫对方 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对付以后不希望出现的情况 你一定要执行 不能只是威胁 记住要坚守在我的阵地上 讲述我的想法 我的感受和我的需求 这种办法很安全 让对方无懈可击 而且可以听下去 但你一旦跑到对方的阵地上 用你来攻击他 讲述对方的问题 对方就会开始反击了